张丹峰终于回应了 并发布律师声明 却被质疑是毕淫自己发的 张丹峰终于回应了 4月20日 张丹峰通过工作室回应网络流传的出轨传闻 连发4条微博闭谣 并表示已将涉嫌侵权的相关内容交给律师 目前已经向北京后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维护正当权利 话重点 一 毕淫受持的不是饮孕棒 是酒店房卡 毕淫没有怀孕 二 张丹峰名下无车无房 也无档额存款 赚的钱都交给了洪新 网传洪新租借钱度日是假的 另外张丹峰工作室 法人通常未现任经纪人 之前也是如此 三 义人和经纪人住在据组统一安排的酒店现象 再正常不过 毕淫从未在义人房间换裤子 数恶意剪辑 混淆试听 四 毕淫本人没有注册过天涯小号 虽然张丹峰否认了出贵传闻 并称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但是很多持瓜群众并不买单 针对以上四条必谣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张丹峰这次的公关手法 第一 张丹峰工作室称毕淫没有怀孕 这则传闻来源于视频中的这张截图 由网友认为毕淫手上的东西有点响艳运棒 于是由网友怀疑毕淫有孕 但看过视频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毕淫下一秒就拿着她开了门 配音中也说毕淫手里拿着房卡 那为何会传出怀孕传闻呢 这真的不是张丹峰公关团队的一种手段 先夸大传闻再来个否认吗 第二 关于工作室法定代表人的问题 实际上去年张丹峰洪新就曾在视频中解释过 张丹峰工作室法人一直都是由经纪人担当 这只是为了方便工作 红新也表示理解 既然如此 为了这次张丹峰疑似出轨视频曝光后 警号毕淫是张丹峰工作室大股东 警号这一话题能登上第一呢 很明显张丹峰团队将一个不时的点先放大 接着回头再澄清洗白 这样一来澄清可信度也较高了 第三 张丹峰工作室称艺人和经纪人住在同个酒店很正常 这一点不可否认 不过 翻看桌围曝光的视频 张丹峰回酒店的时候 身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小助理 将张丹峰送到酒店后便匆匆离去 毕淫和这位小助理都是张丹峰身边工作人员 为何小助理不能住在酒店 毕淫就能住在张丹峰隔壁 如果非要说毕淫职位高 可以和老板同住在一家酒店 这个解释倒也是说得通 不过 为何毕淫要和张丹峰一起待在房间里 七个小时聊工作需要聊那么久吗 张丹峰澄清说明中可没有说清楚 第四 关于毕淫天涯小号问题 其实这个锤本来就不实 只是网友们的猜测而已 明明还有那么多疑点 可张丹峰却毕重就轻 含糊解释 这是不是又从侧面说明了什么 其实明星的公关手段都是大同小意 无非是抛出假料 再来个澄清 要不就是扩散范围 分散持瓜群众的注意力 以此达到戏白的目的 记得去年张丹峰必赢出贵传闻曝光 彭鑫第一时间发泊 说自己和彭鑫情同姐妹 后来还和张丹峰一起参加访问 成功帮二人洗白 可这一次 彭鑫一直没有发生 只是按搓搓删掉昔日恩爱微博 出席活动时 更是闭口不谈这件事 您眼人其实也都看懂了吧 据悉彭鑫的女儿正准备上幼儿园 香港对家庭方面要求十分严格 当初杨幂和刘凯威貌和审理 杨幂还是抽空去香港帮女儿完成幼儿园面试 彭鑫至今尚未发生 想必也是为了孩子着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